3 2 1 好大聲 它是不是也開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啦啦 嘿 炎炎夏日來上一杯手搖 是最快樂的一件事情對吧 看著杯中靜音剔透的果肉和果凍 在裡面一起跳著畫耳朵 或是看著粒粒分明的珍珠跟冰塊 在杯中搖滾 這都是我最喜歡透明環寶貝的原因之一 好看 好清 又好清 今天我們要來進行 2023年四款人氣透明環寶貝的評評 透明貝的材質雖然輕 可是又不像不鏽鋼或是陶瓷 耐熱以及防撞程度 都算是大多人在選購的時候會有的疑慮 我們今天就從五個面向 價格 容量 材質 外觀 配件 這幾個面向去進行評評說明 在最後我們也會進行 防肉和防摔的殘酷實測 我們也要來一趟究竟 傳說中的募資超過三千萬的 Hiding Toad 真的有這麼神奇嗎 那我們準備了這四款 分別是涼杯自鎖 大象杯喝袋 Holo Holo 以及圓圓的Hiding Toad 首先讓我們來從價格開始 這樣看下來這四款比較下來 圓圓Hiding Toad 價格有那麼高一丟丟啦 想必它應該是有特別突出的地方吧 那讓我們來繼續看下去囉 接下來我們從外觀開始 我們先從涼杯自鎖這邊 它的外觀其實相較其他三款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比較偏硬 沒有那麼圓潤 但是它的每一款系列都會搭配 一個非常可愛的療癒小圖 以及它的結構是雙層杯設計 雙層杯的話其實在裝人影時 就是不容易流汗豬馬 很耐帥以及很耐壯 至於它到底耐不耐帥呢 我們之後會幫大家去做實測唷 再來是我們的大象杯 那它的結構設計是單層的 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外觀 是比較偏圓潤 然後比較乾淨簡單 它也是唯一我們當中 是有標註刻度設計的唷 再來是HoloHolo 它同樣也是單層設計 那以身型來說 較其他三款比較小一點點 那它的話還有多一個這個 吸膠提帶 可以方便攜帶帶出喔 最後就是我們的圓圓Hiding Toad 它的結構也是雙層設計 但是呢 嘿 它是可以拆解替換的 你只要更換完外殼 它就可以換染一新一樣喔 在使用上呢 記得一定要把這個卡榫對齊 這樣子你的飲品才不會露出來喔 當然它裡面的內杯 是它最著名的專利設計 大家可以看到它這個特殊曲面的部分 是可以讓你輕鬆喝到每一口料喔 再來就是我們的容量跟重量啦 我們常見的大背飲品 約差不多在700ml左右 那除了HoloHolo以外呢 這三款大家都是可以安心帶去購買大背飲品的喔 雙層杯設計的話呢 嗯 Hiding Toad是真的很輕耶 透明環保杯材質 大家統稱為塑膠 那你知道塑膠也是有分等級跟功能的嗎 那像 涼杯自首以及大香杯 它這個是為Xen材質 HoloHolo以及圓圓Hiding Toad 這是為Triton材質 Xen以及Triton材質 它是同樣標榜 不含環境荷爾蒙雙氛A等有害物質 其中呢 Triton材質它又像玻璃一樣的透明 又像塑膠般的輕盈耐用以及耐熱性更好喔 那為什麼圓圓它可以做得到 標榜摔不破的透明杯呢 關鍵就在於產品的射出技術 產品設計的結構 還有選用的材料 外層杯身是採用具有耐衝及特性的原廠Triton製作 並以底部弧形後底結構設計 讓杯身更穩固 精實測 外杯裝滿水落地也不容易破裂喔 內杯則是採用全新材質TPX 不僅透的像玻璃一樣 耐酸鹼材質不會留異味和污化染色 也更加耐張耐熱喔 接下來我們就是來實測它們的吸管 這四款都有附贈吸管 從兩杯自鎖開始 它這邊打開一口後 其實它的吸管有分粗跟細的 那它就直接這樣放進去 它的蓋子蓋不起來 就相當於你喝完就只能拿起來 然後去放在它的這個收納袋裡面去做使用 再來是大象杯 大象杯它一樣也會有附一粗一細的吸管 然後同時它的配件還有附一個吸管刷 就從這邊打開 然後一樣是把你的吸管這樣丟進去 貼心設計這邊有附一個快口 你把它這樣蓋著 那你在外面的話就不怕會有灰塵 然後這個如果你要使用的時候 它是可以放在這邊 大概是OLAHOLO 裡面其實杯身就是直接附一個吸管 然後是可以這樣彈跳的 然後它額外還會多附一個配件 讓你去隨時替換它的這個頭 但是它就只有這麼一個吸管 所以基本上不能喝料 比較建議可以裝水啦 裝水戶外用是還蠻適合的 最後一個就是我們的圓圓Hiding Toad 那它一樣也是有附一粗一細的兩支吸管 它的這個吸管的材質是跟內備一樣 都是使用TTX的材質 它有一個獨家專利技術 就是這邊 它兩邊做一個雙圓角的專利設計 在你喝的時候可以圓潤不刮口 至於如何收納呢 從這邊一樣 圓圓他們這邊會附一個連動帶 然後就把吸管一樣同時穿過去後 這樣就可以直接做飲用 重點是它的吸管是可以收進去的 這樣就口喝 然後還有一個我覺得還有一個小巧思 這是我也是最愛的 就是裝飲料的時候你可以這樣 電源謝謝幫我裝飲料 那他們有沒有杯帶可以做加購呢 像涼杯自鎖以及大象杯有個專用提帶 HoloHolo它是會有個專用的兼杯帶 圓圓Hiding Toad的話它除了有提帶之外 還有兼杯帶以及一小包可以做加購喔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實測環節啦 那我們現在先從防弱這邊開始做測試 尤其我們第一位參賽者 兩杯自鎖 我們來準備開始囉 好 3 2 1 好 看一下 沒有事 換第二位 第二位是我們的大象杯 好 準備開始 好的 來看看 沒有問題 歡迎我們的下一位 第三位是HoloHolo 來準備開始 好的 我們來看一下 又是一個平安度過的 好 最後一位 有請我們的圓圓 Hiding Toad 來 準備開始 好的 來看看 各位都安然度過唷 這件事沒問題 接下來就是我們的防曬測試啦 等一下呢 我會這樣站在這個椅子上的高度 然後會大概在這樣的距離 放開手讓它垂直降落 然後等一下我們來看看 每一個的平身刮痕受損度是如何呢 那首先我們就先從兩杯自鎖開始囉 3 2 1 好大聲 是不是裂開了 哇 好可怕喔 好的 第二位挑戰者是大象杯 3 2 1 1 喔 我彈得這麼高 好 第三位 挑戰者是HoloHolo 3 2 1 喔 好像還好 再來第四位是我們的圓圓Hiding Toad 好 來喔 3 2 1 不錯 可以捏 經過我們剛剛的防摔實測 我們呢 來得知的結果 跟大家報告一下喔 這兩個 大象杯跟圓圓是讓我最驚艷的 因為他們外觀是真的完好無缺 沒有漏也沒有裂 然後這兩個呢 我來跟大家先說一下 兩杯自鎖呢 大家可以看得出來它的外觀 看起來是有裂痕 可是它其實是裂在內杯 就真的好險它有做雙層 不然它應該就會整個漏出來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 它這裡有兩層的水 就是它裡面液體都溢出來 然後呢 吼了後呢 它其實都沒有裂 可是呢 它底部這邊已經有出現了一些刮痕 然後大象杯 真的沒事 圓圓杯 也完好無損 假設哪一天呢 你的外殼真的不幸破了 或是你覺得它有刮痕很醜 圓圓它有提供就是可以更換它的外殼 那就會像新的一樣囉 最後呢 我們這邊整理了個鐘錶給大家參考 那這四款最火紅的透明環保杯呢 要顏值有顏值 要實用也很實用 其實它們各自都有自己的優勢和強項 可是如果真的要我選的話呢 我會選擇圓圓還一定透這一款 因為呢 它在綜合評比上呢 它其實最能符合我的需求 好看好清又好清 零組件的部分呢 你可以針對要換掉的地方去做更新 也可以依照你自己喜好去選擇搭配 各方面呢更符合現在想要帶環保杯出門的需求 成為真正的永續環保杯 那今天我們的透明環保杯評比就到這邊 大家可以參考我們的評比內容 選購最適合你的透明環保杯喔 拜拜